上一期视频我们讲了太阳的体积远比地球大 今天我们来一个更有趣的话题 就是到底多少个地球能够装满太阳 有人说这还不简单 直接比较体积就行了 太阳的半径约为69万公里 地球的半径约为6300公里 那么太阳的半径大约是地球的109倍 而根据球体的体积公式 V等于3分4πr的地方 也是说体积与半径的地方整身比 那么太阳的体积大约就是地球的130万倍 所以答案就是大约需要130万个地球才能装满太阳 但是这个答案显然存在一个陷阱 就是我们刚刚的算法相当于把130万个地球 融化成液体然后倒进太阳里面 可是我们实际要做的是 像橙子装进箱子一样 把一颗颗固体的地球塞进太阳里 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空间浪费 根据球体在3分空间中最密集的地球方式 我们也只能利用大约74%的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修正一下刚刚的地上 也就是把刚刚的130万再乘以0.74 大约等于96万个 所以一个更精确的答案是 大约需要96万个地球才能填满太阳 你可能马上就会问了 为什么是7%? 这个7%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说的是 它可不是一个随意的数字 它是一个 耗费了人类大约400多年才得以解决的 顶级数学难题 太不得猜想 不是要从1594年说起 一位英国太阳家拉雷爵士 问他的数学朋友哈里奥特 我怎么才能够在船厂里抓下最多的炮弹? 哈里奥特凭近其数学之间 任意炮弹就应该像水果汤堆水果那样 一层层堆成精致打撞 才能够装得最多 但是他发现了 自己就要没有办法从数学上 证明这个方法是最密的 于是他找到他的好朋友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天文学家 约翰丽丽丝·开普勒 开普勒的台词在三维空间中 求起最密集的机械方式可能有两种 第一种 六方最密填充 简称HCP 想象一下第一层铺码 第二层放在第一层的凹陷处 第三层再放回与第一层完全对齐的位置 然后依此类推的摆下去 这模式是ABAB的循环模式 第二种 面芯立方填充 简称FCC 前两层与刚刚的六方最密填充一样 但是第三层的摆放与第一层错开 第四层才开始与第一层对齐 这种模式是ABCABC的循环模式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对比一下 HCP和FCC它们的差别 这样你是不是就很好理解它们的摆法了呢 无论是HCP还是FCC 它们都是最密集的对齐方式 也就是说 空间利用力的极限就是74.05% 而74.05%这个密度词我们是可以通过精确的几个计算得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以FCC为例 通过一个简单的饲养事业来理解这个计算 首先为了方便计算 我们需要在FCC进行中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复单元 这个重复单元不一定是最小的 但它必须能够直观的展现出FCC 也就是这个面芯立方填充的对称性 在晶体学上这个基本的重复单元被称为金包 对于FCC结构这个金包就是一个立方体 是一种最理想的单元 如果是HCP它的金包就是一个路人柱 显然它的这个堆积密度计算肯定要比正方型的要复杂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计算思路都很简单 就是计算这个金包的空间利用力 也就是密度 在FCC的立方体金包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实体部分有8个角 每个角有1%个球 同时有6个面 每个面有1%个球 所以一个金包内包含的球体总数是4个球 接下来计算金包单元自身的体积 通过几个关系我们可以计算出 这个立方体金包的边长A 与球体半变R的关系是A等于2倍更好2R 因此金包的体积是16倍更好2R的立方 最后堆积密度就是球体体积与金包体积之比 化简之后这个R的立方就会被约掉 剩下的就是根号18分之π 它是一个无理数 其值约等于0.74048 这意味着无论你用多大的球体 只要它的大小相同 用这种堆积方式 总会有大约26%的空间 是无法被利用的 这个猜想看似非常直观 但它的证明却难如登天 连牛顿 欧拉 纳布拉斯 这些大神都尝试过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200年后 数捷王子高斯 才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 它证明了 如果前提条件是规则的 周期性的堆积 那么FCC或者HCP 就是最优解 但问题是 是否存在某种不规则的 困乱的对击方式 其密度能够在某个局部区域内 偶然超过74%呢 直接告诉我们了 有规定的对方 肯定比没有规则的对方 效率要高 但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在一个18厘米乘17厘米乘15厘米的箱子里 贴中直径为5厘米的小球 你猜怎么着 结果发现 六方最密对叠 居然比简单的 立方对叠 还要少放一个球 这不就是和理论相悖了吗 别急 这是因为 74%的理论 是在无限空间内计算的 但我们的堆放箱子 这个容器很小 或者说 球的半径很大时 这个边际效应呢 会变得非常明显 数据理论就不适用了 也就是说 这74%呢 就不适用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 更反直接的 二维空间的例子 在一个10乘10的正方形里 最多可以放进多少个直径为一的语言 你的第一反应啊 肯定是10乘10 等于100个了 但是 如果第一排我放10个 第二排的语言 都塞进第一排 两个语言之间的空隙里 虽然呢 我们宽度有点浪费 但是呢 在高度能节省点 其他层内也一样 有规律的把语言 放到空隙中 然后你会发现啊 在最上方 我们可以省除一排的空间 所以我们会得到105个圆圈 没错 比刚刚多出了5个圆圈 但是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摆法 就是把最上面的两层 使用最简单的上下对叠方式 这样呢 你就会发现 我们会得到106个圆圈 可见啊 在有限的2D空间中 不规的摆放 确实比规则的摆放更幽 二维有限空间里 不规则都能战胜规则 这让三维无限空间的堆积问题啊 变得更加急事 你怎么保证在无限的空间宇宙中 不存在一种更混乱 更强妙的对话能够超过74%呢 这个问题啊 直到1996年才迎来数皇 美国数学家佩尔斯宣布 他使用计算机辅助证明的开博的猜想 他把所有可能的对击方式 包括规则和不规则的 都转换成一个巨大的优化问题 然后呢 通过计算机进行穷举证明 当时的顶级期刊数学年刊 就成立了一个12人的评审教组 他们花了整整7年的时间 来审查这个证明 2003年评审教组给出结论 他们有99%的把握认为 这个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还有1%的不确定性 这1%的不确定性 是因为他们无法100%保证 特斯的计算机程序 在运行过程中不会出现任何bug 于是呢 为了这个最后的1% 特斯又组建了一个22人的经营团队 启动了一个叫做0班的项目 目标呢 是把它的证明形式化 改变成计算机可以一步一步 自动验证的语言 这个项目原计划需要20年下的完成 但是最终提前完成了 也就是在2015年 团队发表了论文开普勒赛奖的证明 他们通过人力去验证计算机的计算 然后把这1%的1%终于消除了 从此呢 开普勒赛奖就正式变认为开普勒定理 三维空间的堆积问题解决了 但是数学家们的探索永无止境 他们开始问 那其他维度的堆积问题又会怎样呢 首先 因为空间是一条直线 堆积物是线段 我们把线段首尾相连 那么它的填充密度就是100% 二维空间是一个平面 堆积物是圆盘 这个呢 开普勒早就猜到了 其最密堆积是蜂窝状六边形结构 密度约为91% 三维空间的最密堆积呢 就是个我们刚刚所讲的70.05% 那么四维空间的最密堆积密度是多少呢 它又应该怎么堆积呢 这是一个堆积密度的对数与维度关系的图案 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趋势 就是随着维度的增加 球体的最密堆积效率 反而在急剧下降 这种现象呢 也被称之为维度灾难 你可能还理解不了 不过我有办法 我们以四维XYZW为例 来讲解这个高维对叠的问题 在三分空间中呢 XYZ直角坐标系呢 是我们人类最好理解的 而对于W这个维 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变换 来投影到直角坐标系中 这个变换可以把W轴的信息 以特定的角度叠加到 XYZ三个坐标上 相当于是把四维降维到了三维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无法直接看到四维空间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数学 把它压扁到三维空间中 就类似于把立体的物体 投影到了平面上 对于四维套立方体 它本身有16个顶点和32条边 投影到三维后 我们在屏幕上就可以看到 这些顶点和边的影子 它们的空间虽然变化了 但是呢 它们的TOP关系仍然是保留的 同时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 超球体的对积关系 我还用球体的颜色来二次编码了W的信息 红色的球体代表W值是小于0的 绿色代表W值约等于0 也就是在第四维的中心的位置 蓝色呢代表W值是大于0的 而你现在在屏幕中看到的 正是四维空间中 球体最密集的堆积方式 第四经格 其堆积密度大概是61.7% 不过呢 这个数值只是一个已知最密 因为数学家们至今还是无法证明这个值就是绝对的最优点 时间来到2016年 乌克兰数学家马里纳横空都市 他用了一种极其巧妙的方法 一口气解决了8维和24维的最密填通问题 并且因此他还获得了数学界最高的荣誉费尔之奖 但是在2维3维8维和24维之外的其他维度 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世界难题 为什么高维空间的堆积问题这么难呢 部分言语在于啊 我们根本无法想象高维是什么样子 不过呢 数学家们使用了一个叫做切片的方法 用于理解高维空间 想象一个三维的球体穿过一个二维的平面 我们会看到一个圆盘从小变大 然后再变小 同理 一个四维的生物拿着一个四维的超久体穿过我们的三维世界 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个三维球体从小变大 然后再变小 如果再往上啊 过了四维到五维以上 我们人类的想象力几乎就没有用了 因为高维球体极其诡异 别说是最密堆积了 就算是正常的一个超立方体或者超球体 人类都束手不测 比如我们想象一个立方体 在里面放一个和它相切的球体 在二维空间中 语言占了正方形面积的78.5% 在三维空间中 球占了立方体体积的52.3% 在十维空间中 超球体只占了超立方体体积的0.25% 在三十维空间中 这个比例是10的-13次方 也就是1万分之一 随着维度的增加 超球体的体积几乎消失 所有的体积都跑到了超立方体的角落里 这种想象光是听着 是不是都觉得反直觉 讲到这里 我想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科幻段子 叫做高维的乌鸦 一只高维的乌鸦想喝到瓶子里的水 它往一个高维圆柱体瓶子里扔高维的石头 但结果是它永远都喝不到里面的水 因为突如刚刚的分析 我们知道在高维空间里 这些石头的体积几乎为0 于是高维乌鸦不管它扔多少个石头 高维的水面都永远不会上升 所以它也就永远喝不到水 就比如以八维空间密堆积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超球体经过投影之后 在三维空间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 最后来我们回到最终的问题 多少个地球能够装满太阳 为什么我们可以放心的使用74%这个堆积力 还记得刚刚那个18厘米的箱子吗 当箱子也就是容器相对于球体很小时 它的边际效应很强 74%这个值就不成立 但是问题是 我们用6370亿公里的地球去填满半径为69万公里的太阳 太阳这个容器极其极大 而地球这个小球又相对来讲非常之小 这种全数的比例之下 边际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场景就无限接近于开普特所描述的无限空间 所以用多少个地球能够填满太阳 96万这个数值 就是我们在这个物理现实中能得到的最靠谱的答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